- 股市的炒店,投資不斷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最近有個賽事真的是鬧轟轟的 就是世界杯足球了,在卡達正式的開打 大家都想要生力其境到現場來觀賽 但是受到了距離的關係真的是沒有辦法到現場觀賽 大家現在都只能透過大屏幕來進行觀賽 但是有一個東西發明的非常是時候 就是這個VR,我們可以透過這個VR頭盔 就可以生力其境來看這個世界杯足球賽 所以今天會幫大家來解析這個VR帶來的市場到底有多大 我們今天現場邀請到的就是元宇宙的始祖 元宇宙的專家林漢偉老師 老師好,Coco好,大家好 老師真的是世界杯引爆了元宇宙 這個Pico的VR看球賽真的太刺激了 剛剛我們在要開錄之前 我有稍微試戴一下,真的是有點生力其境 而且老師還給我玩那個跟女生吃飯的那個畫面 我覺得,哇,我嘴巴差點要張開了 那是叫做抖音小姐姐 抖音小姐姐 對,小姐姐真的很厲害 所以說抖音這個Pico 4 在這一次的雙11在這邊 其實賣得相當的好 在整個中國的銷量是出現爆量的一個發展 那這一次我覺得今年的這個世界杯最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你終於可以透過VR眼鏡到世界杯的會場 跟大家一起共享這個進球的喜悅 或說輸球的一個痛苦 那這個我覺得代表說 其實在整個科系的發展的過程裡面 大家就可以留意到 當元宇宙有更多更多的應用場景 它就會帶來非常大的一個爆發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這個Pico 4 因為今年新發表的一個新的商品 那這個產品它目前大概是市場上 僅次於這個Meta的一個頭盔以外 第二好的一個VR頭盔 哦,老師之前還有買過這個是宏達店的 對,去年宏達店的這個MyFlow我也有買啦 所以經過這兩代的比較 我們待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使用下來的一個感受是什麼 好 但這一次的一個世界杯 Pico就花了很大的錢去砸它的行銷預算 請了這個什麼Android Baby等等的 一起戴它的VR頭盔來觀看市足賽 所以在整個所謂的一個VR世界當中 感受到市足賽的氛圍跟真實的氛圍 其實我覺得有很大的一個差別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是在於說 我們可能現在就說 我們下班今天晚上好像是什麼 德國對日本 是 對,所以我們9點我們就約一個運動的POP 一起去POP裡面狂歡 但是狂歡的時候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如果喝醉怎麼辦 回家比較麻煩啊 那如果今天下班很累的話 真的還要去那邊等到9點 然後看完比賽回到家都12點了 你會覺得很辛苦 但如果你透過VR的方式的話 很簡單我們就約好9點 我們一起戴上頭盔到會場裡面去看 我還可以就是可能就喜歡找了舒舒服 坐在沙發上面跟你一起看球賽 還可以買酒請別人喝 對還可以買酒請別人喝 而且更大的優點在哪 比方說今天我支持德國 我們兩個都是德國隊 然後德國隊贏了 結果整個酒吧裡面通通都是日本隊的球迷 那你就怎麼辦 你只能夠偷偷的慶祝 因為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如果說遇到激性的球迷的話 你可能還會被痛打一頓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VR帶給大家的一個好處啊 就是說你可能在虛擬世界當中 但現在的技術好像沒有那麼辦法 就讓你真的完全生意其境 真的感覺到旁邊的人就是真實的人 對,但是它那個氣氛感我覺得慢慢有做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在Pinkle 4對於這個世界盃相關的一個規劃 一些遊戲啊一些什麼相關的內容 我覺得真的讓人家感受到 就是去年的HTC的MyFlow 讓你開啟了元宇宙的大門 今年的Pinkle 4又讓你離這個元宇宙的感覺又更進一步了 是的,那我們就來看一下VR的產業趨勢是怎麼樣子的明確 對,因為我們講說其實這個巨頭持續在加碼元宇宙嘛 從臉書開始改名成Meta Meta 然後祖克博因為Meta的關係現在這個滿頭包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已經把全部的身家都壓在元宇宙上面去了 那我們剛剛看到Pinkle 4就是抖音入主的 對 那它也在這個當中投入非常多的一些內容 一些相關的一個資金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VR產業我覺得目前看來是蓬勃在發展當中 很多你過去所說的買VR不知道幹嘛 玩個遊戲玩個兩三次就放在那邊生灰了 對 所以大家都說這種東西很容易生灰 像我這個就真的還蠻舊的 因為很久沒有拿起來帶了 但是新的東西我覺得可能有機會玩得比較久一點 因為裡面真的內容相當的豐富 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有更多的一個內容 但今天我們還是以這個產業跟股票來說 好 那我覺得其實在整個VR產業為什麼在這兩年開始蓬勃發展 是因為硬體的激素開始突破了 以前過去在2015 2016年你要玩VR 當然第一個這個東西會很重 那時候帶起來最重最重的大概要快一公斤 好它脖子很痠欸 對你大概半個小時你就頭暈到不行 對然後再來就是說你一定要連一條線 連到電腦裡面才有辦法去感受它 然後旁邊還要放很多的感測器才有辦法去測試你的動作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玩一個遊戲好像要搞一個什麼東西一樣 對像戴安全帽一樣 對非常非常的麻煩 但是現在你看到像這個Pingo 4 它重量大概是260公克 很輕 像剛剛Coco有戴過嗎 你會感覺好像 沒有感覺其實 有東西在臉上但不會覺得負擔很重 對 而且它裡面的畫質或說音效我覺得都非常的好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當這種硬體的成熟度越來越高的時候 一些相關的應用相關需求就會產生出來 像我們在這個錄影之前在討論這個產品的時候 發現到好像蠻多人都被推坑想要摸 有喔 我同事就被推坑了 對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在你會發現到 當你的感受體驗越來越好的時候 你就對這個所謂的VR頭盔 對越來越有一定的興趣 所以以今年來看到了年底都出了像Pingo 4這種 所謂的很成熟的VR產品 到明年有更大的期待性 因為明年這個蘋果也要發表它的MR頭盔 到底蘋果能夠端出什麼樣的一個菜來 那不要忘記了全世界的遊戲霸主PS的部分 這個就是Sony明年要發表它的PSVR2 這個頭盔也是確定明年會發表 所以也代表說其實在明年很多的各家的廠商 如雨後春筍班開始不斷推行他們的VR頭盔 對這產業的一個前景我覺得可以看得相當的樂觀 那我們講說再看更長一點 2023年是一個加速成長期 到了2026年就研究機構的預估說 VR的銷量就會正式突破一億台 哇一億台很多耶 對一億台可能就已經比一些 像那個所謂的一個筆電啊 可能比一些某些品牌的銷量更多 全球手機這個年銷量大概差不多十幾億而已 代表它已經變成一個非常非常成熟的產業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裡面是不是代表 那這個時間點上來看的話 整個所謂VR產業我覺得正式進入到引爆期 我們來看一下這相關的一些研究分析的報告 這張圖表我覺得字很多啦 我們就講重點就好了 你看到這邊有兩條線 一條是藍色的線 一條是紅色的橘色的線 那藍色的線是過去從2005年到2020年 整個所謂智慧型手機的發展的一個進程 到了差不多2009、2010年的時候 因為蘋果進來了改變了這個市場的生態 所以你會發現到喔 你2011年買的iPhone 4 跟2022年的iPhone 14 對 其實差別不大 就鏡頭變多了 但是那個形狀 那個功能其實大部分都差不多 所以代表十年前這智慧型手機就定型了 只是說後面的應用啊 後面一些新的硬體加進去 但整體上它並沒有帶給你太大的一個突破 那現在的情況是你看到VR產業 它其實以目前的一個位置啊 剛好是差不多在2009、2008那時候 很多VR大概相關的技術 在現階段來看的話 可能未來這三年五年都被定型了 所以未來這幾年之後 整個硬體它會越來越成熟 再加上這個軟體會不斷加入 你可能會感受到有更好的一個沉浸式的感受啊 你可能有更多的小姐姐陪你玩VR 你可能就是說你可能跟朋友之間的互動 可能就不像現在就是比較偏卡通嘛 對 我們進去好像一個卡通人物 你感覺好像在玩遊戲 但未來你可能就真的可以化身為 原宇宙的人物 我覺得自己可能滿無聊的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角色啊 可能我變成這個鋼彈 我變成什麼一個什麼一個 你很喜歡的一個卡通人物 或者偶像人物進去這個原宇宙裡面 我覺得是一個不同的一個感受 所以在未來幾年之內 我覺得整個AR跟VR的一個部分的話 它會開始像過去的手機一樣 出現快速爆發性的成長 那我們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 就是你想看看 2009年2010年的時候 蘋果還是一個不是那麼強的公司 對 因為全球裡面蘋果它的電腦也賣不好了 iPad雖然說救了蘋果 但沒有辦法讓蘋果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但到2010年之後蘋果的手機出來 到了這10年 全球市最大的公司一直都是蘋果 它已經霸佔了十幾年了 所以也就代表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在VR產業 AR產業 原宇宙產業裡面 找到下一個蘋果 它的一個所謂的成長的一個軌跡 我覺得是大家為什麼要看 這個原宇宙為什麼要看VR的一個重點的觀察指標 而且是不是就像老師說 要投資在它 它正在要準備成長的那個期間 對 因為爆發率是最高的嘛 對 我們就舉一個大家最耳熟能詳的例子 特斯拉 特斯拉在2015 2016的時候 也是一樣電動車 那時候全部的賣油車的人都笑說 特斯拉一定會失敗 對 然後全部人從特斯拉就是 一直賠錢 都說這公司到最後一定是倒閉 會倒啊 對 但你可以發現到 特斯拉從這個被大家不看好 到現在已經全球最成功的電動車企業 也代表說當它在早期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這公司不賺錢一直在賠錢一直在燒錢 但後面當它開始出現獲利的時候 股價都已經賺了大概一兩百倍以上了 所以也代表說你必須要去找到一個非常長期的一個趨勢 股價在相對低檔我覺得都會讓大家有那種非常好的一個獲利的空間 那我們再回到原宇宙以外 你回到這個VR VR我們講說其實在現階段 我覺得你就不能夠錯過它的投資的時機點了 因為以過去這幾年整個VR在全球出貨量的一個預測來看的話 今年其實發現到好像原來這股票沒有特別強 對 對 那就是因為今年整個全球的經濟的狀況不太好 所以VR產業部分也同樣遇到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逆風 所以原本大家預估說2022年整個VR的一個成長量 成長的年增率大概有大概20個百分點以上 但今年預估大概只剩下4個百分點 所以跟去年相比雖然有成長但持平 所以這個成長性放緩之後就造就了META的大跌啊 造就了台灣的原宇宙股票好像從高點就跌下來 沒有辦法再回到去年的高點 但我們關鍵要看未來 因為股票要投資未來嘛 所以你看到未來三年 從2023 24 25 這三年的年增率2023年是34% 2024年大概是36% 2025年的年增率是52% 整個所謂VR的一個產量會從今年大概1,155萬台 到了2025年到拉3,700多萬台 代表它可能未來這幾年光這兩三年啊 它是三倍以上的銷量的成長 所以這個代表說台灣的一些相關的供應鏈 會有非常大的一個商機 那到了2025 26年的時候 它的成長性來得更高 我們再來看一下更加樂觀的預估 看下一張圖表 這就是說以現在所謂的VR如果很成熟的話 我覺得它會取代掉很多你所看到的你的電子的商品 就像我們剛剛所講的 我們剛剛跟Core聊到說如果我在家裡面我要看電視 如果你用VR頭盔的話你可能就不需要買大電視了 對 對因為像你看這個 節省空間 你看四足賽嘛 你家除非像郭台銘他們家一樣 可以放到120吋的大電視 因為他們家的這個可能客廳都很大 客廳都很大 大概10公尺那麼遠 所以120吋你看起來會覺得好像還看得還滿舒服的 但如果你家只有四屏五屏放個120吋的電視 你看起來會很痛苦 對 所以也就代表說如果VR頭盔 我們自己現在看 你看那個螢幕隨便看都是電影院等級的 就這麼大整個佔滿滿版的一個螢幕 那代表說可能在這個商品越來越成熟 戴起來越來越舒服的話 可能很多人他就不買電視了 對直接買這個頭盔 對然後你也不玩遊戲 你就不會去買什麼Switch啊 PS4 PS5等等 你直接用VR頭盔玩就好了 那甚至說在一些健身啊 像我買這個Pinko4 我覺得很大一塊是他健身的一個軟體 我覺得非常的好玩 因為你可能玩Switch的時候 你會覺得玩健身環什麼還不錯 但是你用VR去玩健身的這個相關的軟體的話 我覺得更加有趣 因為他會有一個所謂教練跟你互動 他會指導你的動作啊 他會在這個用一些有趣的方式 跟你做一些所謂健身上的一些指導 我覺得這跟你玩健身環那種遊戲去 帶你去做的話我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們以這些主要的內容生態 來去計算的話 可能在未來幾年 我覺得這時間點大概十年之內啦 累計下來大概是上看到一台 甚至兩億台的一個成長性 所以也就代表說這個產業真的是 是未來我覺得十年內 整個所謂的科技業當中 最大的一個盛勢 不管是VR、AR 甚至說再擴散到元宇宙相關的 類似虛擬貨幣啊 遊戲啊、NFT啊 甚至說在這個影視娛樂的產業 我覺得都是非常重要的發展的重心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呢 到底有哪一些受惠股 這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對那當然我們當中第一個 你提到台灣的元宇宙一定會提到 宏達電 那剛剛給大家看過了啦 宏達電這個VIVE頭盔 你會發現到跟這個抖音的相比啦 對 其實他們兩個價錢差不多 差不多 對 但這個看起來高幾多 對 但這個感覺就真的是 比較具備CP值跟科技感 那這個感覺就是偏娛樂啦 所以我就說我去年買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發現到就是 在使用上 黏著度沒有那麼高 但也有一部分是因為這個是比較低價版本的 可能一些遊戲不能玩 那有一部分也是因為 可能宏達電過去這幾年 它還是畢竟虧錢嘛 所以它沒有引路到一個大的 這種所謂大公司進來贊助它的話 它可能在整個內容產業上面 我覺得發展的稍微比較慢一點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說 那到底它未來有沒有更大的一個潛力 對 我們剛剛提到了 這個抖音的Pink 4 它在這個今年 所謂的江西的全球VR大會裡面 Pink 4被列為說 中國在VR產業前50強裡面 它是第六強 很厲害耶 對 但是第二強是宏達電 蛤 對 因為宏達電它深耕了 援宇宙已經深耕了7年以上了 很久 所以不管軟體啊 硬體啊 周邊啊 整合啊 拍片啊 它全部都已經有非常多的一些 所謂技術實力的累積 所以我覺得 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它有這樣的一個技術在 那 宏達電我覺得 反而就是大家可以去期待 股價沒有漲很多的時候 未來有一些想像空間 而且高盛也提到說 它新一代 這個啦 第二代 這個第二代 第二代的這個可能要發表 它聽說是更輕更薄更小 那我希望說它可以讓人家有更好的一個感受 那盡量是不要賣的那麼貴啦 因為我覺得 同樣價錢我是真的覺得這個比較實惠一點 這個要接線對不對 對 這個要接線要連手機 稍微比較麻煩 不是那麼方便 那再來就是說在這個 所有不管什麼廠商啦 都會用到玉晶光的鏡頭 那其實玉晶光其實法作會啊 獲略的輸出有相當的亮眼 那另外我們講說鏡頭當中 有一個潛在的元宇宙乾育股 大家沒有注意到的 所有鏡頭跟它當中的薄膜 需要一個貼合的一個技術 那GISKY過去做這個手機平板筆電的貼合 它也切入到VR鏡頭之間的一個貼合 所以也代表說它貼合技術的過程裡面 它的毛率會變得更高 而且未來我覺得這個成長性會比 做手機做筆電 做這個平板來的更好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新題材帶動底下 應該也可以留意到GISKY這張股票 那另外 剛剛提到嘛 鏡頭都需要一個彩色的綠光片 當中台灣唯一一家的 綠光片的領導廠商就是彩玉 它台積電旗下的子公司 那也是所謂的一些相關的 鏡頭模組它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上中下游的整合公司 而且重點在於 國內沒有任何的競爭廠商 它競爭市場 對競爭市場是國外的大廠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代表說 其實在產業的趨勢 這樣未來五年十年的大趨勢的話 這些公司我覺得大家都可以一併來留意 那我們來看一下各股的部分 第一個宏達電 股價我覺得最近走勢是比較溫吞一點 因為整個台股的資金 在呈現快速的輪動 最近這個生計股開始轉強了 但是你說第四季開始要做夢題材的話 去年的元宇宙 我覺得今年元宇宙 有機會再複製一波 因為宏達電各種條件都已經具備了 它具備剛剛提到嘛 它有新品要發表 那它還有什麼樣的一個題材 它既然是中國第二大 被列為第二大的一個技術領先的廠商 那也就代表說 中國有很多的廠商想要切入元宇宙的時候 它就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自己做 那自己做要花很多的時間嘛 要養很多的技術人力 那另外一個就跟人家合作 不是合作就是併購 所以不管是宏達電 跟哪一個所謂的中國的科技大廠合作 或是說直接可能它的這個旗下的VR部門 切出去賣給人家 我覺得都代表它未來 其實有這樣的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題材 那股價在低檔位階 現在它在這個季線以下震盪 但你看它卷值比已經來到55點 大概54.83個百分點 跟前一波網上衝高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類似 就低檔 但卷值比在上升 所以如果股價一旦突破季線 突破半年線的話 我覺得它整個軋空洞一旦發動 是有機會複製 不管說去年那一波 或者說今年可能在6月份到8分那一波 宏達電網上飆高的時候 我覺得是可以特別留意的 好 那下一檔股票在郁金光 因為昨天郁金光法說會 其實講得相當的樂觀 那它也提到說 VR會是明年郁金光業績的重要貢獻的 相關的一個產業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說 因為明年我們剛提到了 可能在整個VR的一個鏡頭 它的一個所謂的年增率 大概可以到三成以上 所以可能手機不好 但是這個VR部分可以大幅度彌補 這個手機下滑的一些相關的 利空的消息 所以目前郁金光的股價 我覺得有機會 再往上去突破年線的反壓 那你看郁金光之前 大概在9月份突破年線之後 它那個年線大概突破上去 沒有站穩一個禮拜就下來了 所以這一波我覺得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它突破年線 而且站穩一個禮拜以上 那我覺得代表這個VR產業 或說VR題材 對郁金光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加分 明年可能郁金光 就不會以蘋果概念股這樣的題材 反而是以這種元宇宙概念股的題材 讓它有新一波的一個漲勢 所以投信如果去買年線站穩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那再看下一檔股票 就剛剛提到的GISKY 它股價其實在今年的台股 都跌得很慘的時候 它反而低檔慢慢往上爬升 現在90幾塊已經回到年初的相對高點 也代表今年它幾乎都沒什麼跌到 為什麼 因為過去這兩三年 台股在創立的新高的時候 它也沒有漲到 所以過去沒有漲到的股票 今年我覺得很多這種股票 都會開始突然低檔的發動 比方說我們看到最近最熱的雷虎 也是台股過去的歷史新高 它都沒參與到 補漲嗎 對我覺得就補漲 因為籌碼相對乾淨 而且現在就是輪流 你以前很風光的股票 現在落難了 以前很不好的股票 現在就開始轉強 我覺得就是這樣的一個 台股這樣輪動的格局 那GISKY我覺得就可以留意一下 它目前只要年限站穩之後 再往這樣補量公高 我覺得其實都還有一些 所謂後續比較大的想像空間 那最後看到在台積線的小金基 6789的財域 你可以看到底部所謂的一個月線 開始翻揚往上 那現行的部分大致上還在月線跟季線 這個關卡進行來回的震盪 但我覺得它股價因為真的跌得夠深 它從這個掛牌600多塊 跌到最低164塊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委屈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 它不管說就股價的低位階 或者說未來在所謂VR產業當中 綠光片我覺得它是獨佔的市場 都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一樣季線如果正式突破 站上之後 我覺得後續都還有一段反彈的一個 行情可以來做一個期待 老師那你認為元宇宙這些股票的話 是比較適合報個一兩三年的嗎 因為如果說它的好的話是到2026年 我覺得如果長線來看的話 是可以這樣報 但它最好最好的時候 可能在2026年 大家會變成一個成熟的產業 所以代表說其實在這種 從原本大家都沒有到 慢慢大家會越來越多人有的時候 那個時候股價爆發其實是最強的 像剛剛提到的特斯拉 你2019年的時候 特斯拉幾乎看不到嘛 但到了去年開始 特斯拉可以到處看到的時候 你發現特斯拉股價去年開始 就開始不太漲了 所以你會發現到 你現在很少看到VR頭盔很少人有 所以這時候你投資是好的 那當你發現到你的朋友 開始越來越多人玩元宇宙的時候 可能這時候這些股票就不是那麼強了 難怪越少的人的地方是越好的地方 應該說人煙稀少的地方 股價投資才會有價值 那今天幫大家整理出 元宇宙相關的概念股 希望大家投資順利囉 那也要記得按讚、訂閱、留言、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螢幕就是老師的LINE AT 歡迎大家呢 都可以私訊老師跟老師互動來做交流 我們今天謝謝漢偉老師 謝謝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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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請 吃 吃 偶子 吃 吃 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